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猩猩的新作物 当一段感情结束 有的人能够快速走出这段感情 快速进入到下一段感情中 有的人却一直沉浸在上一段感情中无法自拔 虽然明智已经过去了 但还是无法彻底放下 哪些星座恋爱时喜欢寻找旧爱的影子呢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聊吧 1.金牛座 金牛座的人喜欢安定的生活 他们在恋爱时也希望自己能找到一个同样喜欢安定感情关系的对象 他们的恋爱节奏是比较缓慢的 但是一旦彻底爱上就会深深陷入其中 金牛座的审美是非常专一的 他们一旦认定了某一种类型就会坚持不懈地追求这一类型的伴侣 看起来金牛座的人找每一个恋人都是同一种风格 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是在寻找前任的影子 而是因为他们对这一类型由衷的偏好罢了 与其说是忘不了前任 不如说是只喜欢这一款 夸张地说把金牛座的线人前任前前任摆在一起 说不定会当场消除窝 2.巨蟹座 巨蟹座的身上一直都是挂着善良温柔的标签 爱上就喜欢奉献自己 属于标准的奉献性恋爱人格 面对恋人 巨蟹座能够记住他对自己的每一份美好 并且牢牢应刻在记忆里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巨蟹座的每一次恋爱在他们眼中都很刻骨铭心 在分开后 巨蟹都要用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 当他们觉得彻底走出来时 也经常会选择那些和自己的旧爱相似的身影 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巨蟹座对于旧爱无法割舍 而是因为他们对旧爱的滤镜过于深厚了 他们会觉得这样的恋人可能更适合自己 但是既然分手 明显这样的恋人可能没有办法给巨蟹座最后的幸福 巨蟹座的孩子 记得要避开明显的雷点哦 三 天秤座 可能大家会很奇怪 为什么会有天秤座这个跟这个话题为何的存在呢 其实天秤座是一个很纠结的星座 他们一般都不会轻易放弃一段感情 与恋人分手后 天秤座还是会跟对方保持着一个很好的关系 天秤座在分手后经常患得患失 他们极期待新的恋情 又担心新的感情不如现在的这段 他们很难走出由上一段恋情所构建出的舒适圈 这样的天秤座很容易就会去追求自己的前任 说金牛座找的恋人可以玩潇潇了 天秤座的恋人简直就是可以玩连连看了 四 射手座 射手座在大家看来都是比较花心的存在 他们就像一只花蝴蝶 幻花丛中过 屁一步沾身 但这只是大家对射手座的刻板印象罢了 当射手座遇到真爱时 崇尚自由的射手反而成了爱情的牢笼 把自己困在其中 还怡然自得 射手座分手后很难走出旧爱的影响 他们面对新的恋人时 经常会去在对方身上找到旧爱的影子 以此作为慰藉 五 双鱼座 双鱼座面对每段感情都会全身心地投入 让他们从一段感情中彻底走出来 当作没有发生过再去追求一段新的恋情是非常困难的 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做 他们喜欢沉浸在过去的甜蜜回忆中 就算强打精神去开展新的恋爱 也会从新的约会对象中寻找自己熟悉的影子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十二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